好多年前其实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听过一个故事 也许你也听过 一对贫穷的夫妻 他们很相爱 到了那一年的圣诞节 做丈夫的想要为妻子 送一个圣诞礼物给妻子 他就想到说 我可以送给太太什么呢 他就在看太太的需要 太太有一头很漂亮的长头发 他在想 我太太需要有一个发夹 一个漂亮的发夹 来配他那头漂亮的长头发 可是我没有钱买发夹 怎么办 他看看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我有一个挂表的表列 这个表列是我所有的财产当中 叫值钱的一个 虽然那是我很喜欢的 我很宝贝的 我很珍惜的 但是问了太太 我把它拿去当掉 这个先生把那个表拿去当掉 把那个表当掉之后 然后他想说 我要用这个去买那个发夹 给做妻子 而做太太的呢 爱他的先生说 圣诞节 我可以送什么礼物给 给我的丈夫呢 他上张说 我太太 我先生最爱的就是他那个 那个怀表和表列 可是那个表列已经就已经坏了 我应该给他换一个表列 但是我拿什么去买一个新的表列 他东想西想说 我有一头漂亮的长头发 如果我把长头发剪掉 我可以用那个头发 卖给别人去做假头发 我可以得到一笔钱 我去买一个新的表列 送给我的先生 你可以想到他们圣诞节那天吗 丈夫好兴奋地回来拿了一个 发夹 回来看到 太太没有长头发了 太太拿出说一个新的表列 丈夫根本没有怀表 会怎么样 两个人大发脾气说 我花了这么大价买东西给你 结果你 不会 我向他们充满了感恩 虽然 发夹没有用 表列没有用 但是 爱在 没有了怀表 没有了长头发 爱却更深 祝福你 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活在爱里面 活在给里面 爱就会想给 祝福你 走在圣经属灵的原则里面 你的婚姻 夫妻的爱 会历久一间